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这个金丝雀的小棒棒糖 那么人家很多花员眼睛说 天狼啊你这金丝雀都快泄了 没错为啥 咱不拿好的来讲 拿好的来讲就欺负人 为什么呢 金丝雀的花季特别长 我们找一个它积极伟生的 这样的一个金丝雀 来给大家来呈现 就是说第一 这已经是它的花后期了 它还有这样的一个观赏性 可想让它有多优秀 我这个这是我这个人做事风格 有些人总愿意把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给大家 咱们拿它以前积极伟生了 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金丝雀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开花特别勤快 第二个它这个植株枝条 很短就能开花 你看像这一根枝条 有十来厘米 第三个花形圆润 第四个它单朵花期很长 因为一般的花也就三天嘛 四天 像金丝雀呢 它能持续一个多礼拜的一个 最佳状态 然后之后变成这个样子 还能持续一个四五天 也就是金丝雀的一个群体观赏器 要是别的品种的两个三倍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种 而且呢 它花后我们是水碱 它水长 长出来就另外又一球花 而金丝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在高温的季节 花依然是这个样子 影响分特别大 这也就是说 大家为什么这么宠着金丝雀 大家都喜欢金丝雀 那这样好的一个品种 价格小八王汤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小八王汤我们也都知道 它可以更多的应用 放入你的花园里面很多的空间 包括阳台上窗台上露台上 然后这盆土表面还可以布置一些其他 你喜欢的一些低矮型的小的一些植物 开花的不开花的 哪怕一些多肉 你都可以布置进来 绝对节约你的空间 另外像这种微型月级离地了 对于红蜘蛛一些病红汗 相对来说 切染的概率就比较小 所以说总体来说 金丝雀做小棒棒糖 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大家 来选择金丝雀做一个棒棒糖的产品 那么我是天狼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下次再见 1 我可以把鞋子弄好